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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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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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历史上多少有名的人物在这小道上走来走去 然后从这个地方半叶西岳庙 半叶这个华丹展场 西岳庙从南到北可以划分为六个空间单元 第一个单元为入口部分 这是一个半开场的 有着强烈引导感和指示感的空间 是一个既空透又合围的空间 南面是比较低矮 但很沉稳的琉璃罩壁 北面是威严沉重的好灵门 以前怎么这个西岳庙并不是那么知名呢 从明贵初年也是 明国初年 也是不必站着 为什么这个地风水好 就是在这儿 好住好 这是计算的一个场所 从这里可以板坑化石 它这个部队是保护生存的 不是 它这个试点可能比较好 这里挨着铜关 铜关是兵家必争之地 军事正地 那么军队一来了以后 他得找个地方住 那那吴丰朗什么时候开始 幸福好 就是这外开放了吗 就是从去年咱们 它已经开放了 去年开始 在现在的 正在先有的外国 就是像咱们 先有的坚子 这里就是固件 这个现在吴丰楼了 这些东西都不在了 对出来 吴丰楼多次遭到毁坏 多次修复 好彩目前这个基础还在 咱们已经准备在 几年已经 这个图字设计 上面已经批转了 明年准备把吴丰楼修复起来 吴丰楼拒号林门有20米 比得这不近 使这个空间 具有一种压抑的气氛 这是五枚 这是五枚 好吗 麻烦这种五枚 这叫五枚 五枚里面都是实的 都是实的 莫所长 我听说了 那个东岳庙最有名的 那个汉的年纪碑 说当时民国嘉靖年纪的时候 被砸碎以后 这敌军一块 然后被那个县令砸了 砸了以后 说是把他拿了 来修这个门洞 在门洞的什么地方 那是在墙井里面 不是在门洞 在墙井里面 在后面的庙子墙井里面 墙井里面 墙井里面已经水里出来 咱们这水里两个就一块 大概就是五枚多个千 五枚多个 东汉延西八年 也就是公元165年所立的 西越华山庙碑 是说明西越庙庙室的重要文物 碑文记述了汉武帝吉林宫的心肺炎格 说他直到王莽篡汉时 才成为黄虚 到了东汉环帝延西四年 也就是公元161年 元逢来此座太守 他上任仪史 就着手清理汉武帝吉林宫的遗址 恢复西越华山庙 他的继任孙求 又用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在延西八年 也就是公元165年 完成了西越华山庙的重修工程 工程进宫之后 已经上吊做金兆仪的原缝 买来上等食材 并请最好的书首和客工 把它撰写的西越庙名词乐于史上 树立于越庙雀门旁边 好让后人知晓 西越华山庙的心肺历史 这可能是西越庙的第一块石碑 在中国书法史上 西越华山庙碑的地位极为显赫 被誉为汉历第一 五峰楼后面的院落 就是西越庙的第三个单元 这个单元以灵星门为背景 周围绕以红色的围墙 院内出去涌道 东西两侧均为碑石 各代名碑临历左右 这个单元豁然开朗 对五峰楼前的压抑感 是一种释放 可谓一张一尺各有妙处 西越庙里头的 可以说是全国之最的东西 不可不堪 一定要猜猜 嗯 什么呢 看哪里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猜猜你先猜猜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佛 那个身刚做好身子 头来弄好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像一个卧鱼狮子 是不是好像有点 是不是像普贤菩萨做的那个 我说像菩萨 菩萨做的那个狮子是吧 走 咱们打赌 看看跟前看 到底是什么 像像像 看啊 有瘦的瘦的标准 黑东你说到底是什么 我看不出来了 就是个石头 就是个石头 哎 鲁香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 在看 说出来你都不信 你到处看过的那种碑 没有石碑 看过呀 石碑很多呀 这就是一块石碑的残布 有这么大 那这个石碑曾经有多大呀 曾经有多大 我先跟你说这个石碑是谁的吧 唐玄宗的 哎呦 这个碑有多大呢 历史上没有记载 哎 但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完整的把它推算出来 嗯 为什么呢 如果这是个底座的话 对 因为历史上关于这个碑呢 没有了一个比较尺度 但是留下了一个底力 它以厚为1的话 厚是这个 厚 厚 那么宽是2 高是5 高是5 就5比2比1 那么这个厚是多少呢 是凉出来的 3.1米 3.1米那就是乘5 3.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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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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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这个台基 台基 嗯 实际上呢 高度是多少呢 可能 就是说的精确一点啊 18米 16层都高 特好 哇 那真是够高的 为什么断了 他还能高不得更巡伪吗 怎么就会断了 这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 鲁香啊 这好像上面有字啊 还能看清楚几个字 什么字 现在啊 能够隐隐约约看出四个字 这是一个嫁字 这是一个如字 然后呢 嫁如阳月 这是嫁如阳月 嗯 鲁香 你说当年这个唐玄宗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块石头做碑呢 他那个碑文又是什么内容呢 这篇碑文里头啊 唐玄宗等于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自己一个秘密 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 生于已有年中秋八月 很可能还是有时 他认为自己的生辰八字 同西越华山神是一样的 他认为华山是自己的本命山 他把继承大统登基做皇帝的日子 选在他出生的中秋八月 而且登基后立刻就封华山神为金天王 天宝九载正月 天宝九载正月 唐玄宗决定把风扇这一国家最高大典 从传统的冬月泰山改到他的本命山来 可惜天意不肯合作 决定刚刚做出 西越庙就起火了 接下来宽内大汗 种种不祥之兆 使风扇西越之举只好停止 唐玄宗想借风扇 来提高自己本命山政治地位的愿望 也就落了空 董汉党唱的花山唐玄北宁 那边就写到前进而过的一种 以风起地 党是两国用军事力量 整夺这个既始权 在这里都建立了此妙 所以这个妙实际上是 抢下最古老的地方 灵星门的主体 是三间颇为高大的木结构 琉璃瓦单岩歇山底门楼 每间有四根粗大的石柱支撑 整体轮廓显得非常稳固 节奏感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灵星门之前 我想请大家数一数 在我们的灵星门之上 有几条龙头 你看得见吗 我看得见那一条 还不少 还不少呢 那熟口是不容易数清楚 数不清楚 数不清楚 那到底多少条龙 龙头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共同地看一看 第一排是四条 两条斜出 两条正出 第二排是三条 两边两个是闭着嘴巴的 第二排是两条 第三排是两条 那么四三二 总共为九龙 九龙 对 九是皇帝的数 西越华山神 尽管也曾经位及 今天顺圣地 毕竟是皇帝封的 不能同皇帝平起平坐 所以它的级别 是介于王与帝之间 虚数为九 实数为七 这不是一道 普通的数学籍 小学生都知道 七和九之间还有八 但表示位的数 只能用基数 不能用偶数 因为基数为阳为尊 偶数为阴为父 所以不能用八 既然不能用八 又要表达出 是在七和九之间 这可真够难的 不过 当年设计这个兜工的人 确实聪明 闭嘴的两条龙 只是白白样子 张嘴的七条龙 才有十全 灵星门 是西越庙的第三道门 过了灵星门 就进入到了 第四个单元 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就是第一望华山 这么看过去 对 这么看过去 第一望华山 第一望看华山 就是说 这个华山 它正好是在 相现在 这个灵星门字上 就是三望 各有不同 你现在看到 三个华山 三个主要 这是一个 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院落 过去 在轴线两侧 排列着三对北天 全毁了 现在能看到的 只是前面 东西两侧的 两座明代的石碑 这个单元 最具降薪的安排 是在院落中心 立了一道石牌了 将尺寸过大 面积过于矿朗的空间 分割为二 缩小了尺度 丰富了空间内涵 但又不是一堵墙 或是一道真正的门楼 将空间实际隔断 排楼在这里所起的作用 是隔而不断 四段石连 让人走着一百三十米涌道时 中途有个惬意的停顿 一个赏心悦目的过渡 这座四柱三开间五楼的石排楼 是西月庙建筑中 一个真正的杰作 在牌楼正面最上层岩下 有赤剑和三黄象石鹅各一方 牌楼上的尊严俊吉 和天微直尺石变 据说是明代奸相 严松书写的 这座石排楼 几乎将中国古代传统的 象征吉祥如意的动植物 全部采用殆尽 你看这座石排楼 跟以前的古建筑相比 他们格外的精致和复杂 对 特别是格外的复杂 就是中国老百姓 从出生显贵到昏价年们 从壮与吉地到位吉人臣 从家官进爵到长生不死 最后称王称帝及时行乐 这座石排楼 可以说把中国封建社会 一个人一生的全部黄粮美梦 都刻在上头了 问题是 华山神什么时候 把这样的命运 赐予过叩拜他的人呢 到西岳庙里头 看碑 这块碑是不可不看 不可不读的 看什么 你看 你看上面碑额 西岳华山神庙之碑 此碑建于北周天河二年 即公元五六七年 把碑文中 那些颂养华山和皇帝的套词去掉 实际上就写了一件事 华山郡守杨子熙重修月庙时 栽种了两千余棍树 这是在西岳庙植树的最早记载 而且有具体的树木 虽然我们今天在西岳庙 看不到多少古树了 但是过去 西岳庙苍松眼映 翠百森森 古墓林中雾气缭绕 凉爽一人 这个碑的话 你看你看 你先填上一个碑底 他背手和背身是一块石头 这个和后来的碑不一样 后来的碑 背手和背身分开 这个字也是写得很有意思 朝历代很多人在这个上头 插着就缝了 你看好多字体都不一样 所以不同朝代的人在这个上 插着缝刻的 但这个碑的本来的碑文是这个 是这个 就是有点像历书 又有点像楷书的 是不是历书像楷书过渡时期的一种字体 对 这个书这个碑的这一个人叫赵文渊 你看 北周的时候他因为写了一首好字 结果又是风节 又是给他授官 然后就是在当时就是因为写一首好字嘛 就是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好处 此碑的碑音是唐华月金响赵音之碑 唐德宗星元元年 公元七八四年 朝廷命许国公苏廷到华山岛屿灵宴 于是就克了这通碑 有意思的是 他没有另选食材 而是借北周碑的碑音乐食 这种借朝圣诞的做法 节省财力物力和人力 过去是没人这么干的 以后明代人就专门这么干 这一阴一阳 前后相隔217年的两篇碑文 在书法风格上对照着看 很有意思 观此一碑 可以看出周人之质朴 唐人之签约 有志有文文志彬彬 更有意思的是 这桶石碑似乎格外受到唐人的青睐 它的右侧是唐朝书胜 颜真卿的楷书提名 黄唐前元元年 是公元七五八年 正是安史之乱闹得最凶的时候 颜真卿从浦州刺史 调任饶州刺史 途经西月庙 提名于时 据莫林快士称 这是颜真卿在碑石上悬笔直书的 所以最能看出颜字的本色 除了颜字固有的端庄雄伟 气势开张的特点外 那种常有的 金庄修饰的志举习气 没有了 直至自然 本色流露无遗 这桶碑前后的空隙 也都被唐宋时期的游人提名 给填满了 这么多的人 钟情于这一方石头 似乎都看上了 这块石碑 能把他们的名字传主永远 而这块石碑 也真就完好无损的 在西月庙的历次劫难中 躲过了地震 冰火 稻鞘 等等天灾人祸 一例至今 一千四百三十年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难道真是神人共户吗 走过气愤森严肃穆的金城门 站在当年流水涓涓的金水桥上 我们就进入了西月庙的第五个单元 也是西月庙的核心 映入眼帘的是 昊陵镇殿 昊陵殿 是帝王和所派大臣 来庙祭祀的地方 请注意 殿宇的开间是七间 这是西月庙的等级规定的 周有回廊 建筑飞檐高耸 斗拱层叠 雄伟壮丽 气象威俄 大殿一共有六十八大柱 九大梁 十三大岭 过去应该有西月化山神的王位和乡满 可惜的是 这些东西已经全部扫荡一窟 昊陵殿 月台左右两侧 还有两层图碑 月台右侧 是太华全图碑 康熙三十九年课 阴县客会华山中间 并住有各封景点名称 月台左侧 是赤剑 是庙全图碑 乾隆四十二年 陕西巡抚 闭西巡抚 重修西月庙时所刻 此碑对西月庙的整个布局 殿堂楼阁的名称 形式及开间大桥 门床斗拱 都刻会的非常详细 是西月庙 是西月庙 整修复原的重要依据 西月庙 自汉至清 经过两千亿年的发展 已是一个战地面 约十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平方米的宏伟庙羽群了 它的规模和布局 仅次于皇宫谈庙 从样式上看 就是北京市北京京城的所影 中国古建筑 尤其是殿庙建筑的特点之一 是轴线对称 西月庙 西月庙 顺奉的主神 少昊金天室 唐宋元三代 都享受地和圣的待遇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西月庙 也是一座皇宫 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第二网刊花山了 这是我们直接看上去 现在看到这个 你看我这进去眼睛能看到 看着了 这第二网花山的特点呢 就是花山山峰的宽度呀 正好略窄了 出现金层龙屋极之上 特别上呢 这第二网特点 昊陵正殿的后面 是西月花山神的寝宫 前面正殿 是他办公的地方 故而高大为严 寝宫是生活休息的地方 所以宁静亲切 就像紫禁城后部的 玉花园一样 西月庙也有自己的后花园 后花园构成西月庙的 第六个单元 苍松脆百 交流骨怀 十分游进 是全庙中 最自由轻松的 一个空间 西月庙中轴县的结束 不是一个句号 而是一个惊叹号 在这个高大的城楼上 过去是一座 三层楼阁的万寿阁 1932年 冯玉祥的军队 驻扎西月庙 昔日藏经的万寿阁 成了弹药库 由于失火 在一身巨响中 万寿阁高大的身影消失了 中轴县对的是那个南风 中间那个风 这边西风 那边东风 正好两边削下来 像一个古代的人戴的那一种帽子 所以也叫做司寇之官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叫三道 过去 来西月庙拜夜的人 都要登上万寿阁 平窗远眺 四方景色 南望太华 东指河同 北看河位 西柱中南 但见川源交错 村庄错落 万千气象 尽收眼底 什么时候 万寿阁 巍峨的身影 能重现我们眼前 我们也能像古人那样 登万寿阁 跳华山 纵情放歌呢 华山 大概是 荣榜丝 山 forest Sti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失与灭 黑花山 你的山埋满河浪迹 黑花山 我的血脉护着你 伤心满血脉 容易批眼 容易转 我坚持尽心 继续不坏灵 我坚持尽心 又坚持避心 人间失与黄河浪迹 继续不坏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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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同时 它也肇事人们 民族崛起的道路漫长而有艰难 然而 还有一层更深邃的联系 把华山同我们伟大祖国的源头 结在一起 距今大约七千年到五千年间 从关中的西头 宝基到中原的河新郑州这一狭长地带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养巢文化 华山正处在这一狭长地带的中心 华山脚下前湖村出土的彩涛冠上的玫瑰花图案 是养巢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作为养巢文化标志之一的玫瑰花图案 在往东北方向的发展过程中 在桑丹河上游 同起源于阎山北侧大陵河流域的 北方红山文化相遇 红山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龙 这样代表中原的养巢文化 和代表北方的红山文化 就在相遇后奔发出新的文明火花 出现了华与龙相结合的新的文化标志 中华文明的曙光就盛起在 华山玫瑰 燕山龙 历史性相遇的时刻 以华为名 以龙为灰的 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胚胎开始孕育 近代著名学者张太炎 曾天才地猜测到 华山周围以花为图腾的部落 由于迁徙四方 从而把自己的文化 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以至于花 也就是花的图腾 被广泛认同 终于成为民族融合的标志 成为这个星球上 最广大的民族联合体的共鸣 华山这个地区 是我们中华民族会讲的地方 所以能够经香港违规的那一年 1997年到华山来 这个意义很重要 因为我们香港违规主国 是主国统一的第一步 也是很重要的 有这一步做得好的话 我想我们主国的统一 是很容易地可以得到 那么所以这次我一定要 1997年 今天到华山来玩 我觉得很有意义 上古五帝的后三帝 姚舜宇的时期 华山周围逐渐成为 天下共认的帝王之都 在万国并立的情况下 帝王所都被认为是中国 即中央之国 华和龙大概也是在这个传说中的 帝王垂衣上而治天下的理想时代 成为形成中的华夏民族的标志 华山之得名 据典记记载 是在顺为天子的时代 或许可以上说到姚 姚帝在他祭备五十年的时候 特意来华山站立 庄子书记下了 姚与华丰人的一番对话 华丰人向帝姚之政五十周年 表示祝贺 祝圣人多富多寿多男子 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华丰三著 姚帝慈谢 说多男子则多巨 多富则多世 多瘦则多辱 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帝姚三词 在姚帝看来 家族中男性成员多了 必然导致争权夺利 为家国带来恐惧 财富多了 会产生为富不仁或分配不均的麻烦事 人活得太长 丧失劳动能力后 肯定会因为赡养问题 招致虚辱 还是不要多富多寿多男子的好 华丧人不以为然 他回答说 你做帝王的 只要妥当地给每个男子安排好了工作和职务 又何必害怕他们争权夺利呢 财富多寡的不同 使人自然分为了不同的阶层 这又会带来什么麻烦呢 至于你地遥的多寿更不会招致什么侮辱 你本来就心心寡欲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天下繁荣昌盛 你也就跟着把日子过得好点 天下大乱 你就修身养性 等到大宪已到 死期来临 你就把它看作是仙世 是乘着白云到天堂了 这样一来 多寿又会招致什么侮辱呢 华山脚下 这一番充满善意 又充满忧虑 更充满智慧的对话 反映了中国上古社会 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大致形态 在以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华丰三柱成为每一个中国家庭奋斗的动力 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人生目标 然而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华丰人的美好设计运行 倒是朝着地遥所深深忧虑的方向发展着 到了春秋战国 那些多少沾点金带点雾的各国诸侯 为了领土财富和人口 上战场彼此弯攻略 打了六颗开轿 华山脚下 是所谓虎狼之国的秦国 同东方六国中的魏国的交界线 为抵抗秦军入侵 魏国于公元前358年开始 在黄河以西与秦交界处修筑长城 但是 这条长城 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长城一样 几乎阻挡不住任何一支想要进攻的军队 秦军次次突破魏国的长城旁线 攻城掠地势不可当 或使魏国不得不在公元前332年 将华山脚下的殷禁忆献给秦国以求和 秦获得殷禁忆后 马上将其改名为宁秦县 至此 秦国终于得到了 他进攻东方六国的跳板 黄河华山同关的河山天险 再也不是秦国军队的障碍 反而成了秦国安宁的所悦 就像宁秦县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如果说 魏长城记载了华山脚下战国的烽火狼烟 那么 华仓所记载的 却是西汉盛世的曹运盛光 西汉武帝史 首都长安和灵异各县人口骤增 关中虽自古以来 就有天赋的美誉 但所产粮食已远远不能满足虚用 西汉王朝不得不考虑 从关东调养一批粮食 供养首都长安 于是决定修建曹群 经临鹏卫南华县华阴 直到铜关附近驻入黄河 从关东黄河用大船 上运至渭河口进入曹群 必须换船 这就需要适当的中转地点 选择条件自然要便于转运 储存和离为何较近的地方 宁秦县城的位置 当然最理想了 于是县城就改建为国家的粮仓 这就是西汉华舱 这武姿雄剑 既是唐国的华一复国 就是当年袖手华冲的军队 以列兵的形式出仓 仅后人发展成为一场服务 它以夜队鸡鼓为主 大罗相配 连鸡鼓也无浪 表演的都是古时候的战斗物识 东泉店是黄河渭河落河交汇之处 是当年往今时长安 草运粮食的水路码头 草运船公拽船时 一边喊耗子 一边击打船板 自娱自唱 后来发展演变为 花音独有的剧种老枪 草运粮盘万 拌滚,拌滚咪 denote 赢,刺点鸡师 马尼三公 鸡指寸 圣念画 参为虎 意尽 没求你目睹灵眼 协妙出千尾吉祥 连出三千尾上香 江四流彩者的强埃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是活桥在太过土生土甲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巨大的山 实在太重关了 这样的景观造成了中华民族的那种胸怀 对我们这种龙的传人的性格 日本人也感觉我们中国人的胸怀很翻阔 特别是对既往不救对过去的那种东西 向前看 这我觉得也跟我们祖国那种山河的这种 养育了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的子孙 很有关系 我看到那个前期圣说的那句 写的那句 我写着根 我觉得还有一点奇怪 那么继续来到呢 能够了解到一点才知道 佛山就是我们佛人之根 这次佛动呢 我们的目的呢 也就是呢 想把华山呢 推向世界 想把华山推向世界 让世界呢 让全国民族世界的人 更多地了解华山 知道华山 知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 讲究慎中追远 讲究远远流程 在民族发生发展的原流程 我们把根追溯到华山脚下的 玫瑰花彩陶图案 在民族价值取向 和人生社会关怀的理想方面 我们把根追溯到华山脚下的 花丰三柱 从最初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观念 中国的蒙生 到秦始皇 把这一观念变为现实 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活距 就轰轰烈烈上演在华山周围的土地上 因此 我们可以说 华山是中华民族 远远流程历史的见证 我们陕西有十二个朝代的景点 有两三个朝代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一作案 从它的个性 从它的伟大 这一来说的话 能代表我们民族的情感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对它特别感兴趣 尤其里面写的西洋中华山 在黄河如斯前一来 其实全部那种感受 对我自己特别一样 特别一样 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片 都是我那一张 黄河如斯前一来那一张片子 当时我在西风后边 看到那个五月从南边压过了以后啊 这个巴布里青山 全部那个青山 但是华山在这个五月地下 突然想到黄河如斯前一来 西洋中华山河如斯前一来 我把广学兴一来 我给它拍的 拍的三张 反正是第二张最好 第三张就不行了 五月已经过了 一个民族的远远流长 人才辈出 足以引发这个民族 每一个成员的字号 同样的道理 一个家族 一个姓氏的远远流长 人才辈出 也足以引发起 每个后代的字号 华山脚下 东宫的杨姓 就是中国百家姓里 一个值得夸耀的姓氏 据史志记载 杨氏宗族为周五王的后裔 封地杨蛇 在今山西洪洞县南 史称杨蛇氏 其子孙在晋氏起营之难中 残遭诛杀 幸免者逃来华山避难 改杨蛇为杨 后在华山北建立公市 老百姓称之为晋公子公 两千年间 公市规模悬有兴奋 一九二四年 被军阀混战的炮火所毁 现在是华音市东宫村 好花蜡 离我天天故 中中公公老老 那大哥哥 提苏花一样三两 那儿哥 兼兼鬼明朝 餐葛马菜如一样 死罢了死罗不还草 我五个修法 许许许许讨 既的杠杠明古老 我的福利零零千千 他心中脏 丹丢下无尘眼镜 包松草到西沙 来南北郊 天公老正先自动跑 够不够你吗 杨将抱抱杨将 抱两个 虾草 善唐吉庆 雀报成乡 此之足位三喜同时 这两幅对联 说的都是东宫杨姓先祖的故事 杨氏先祖中的杨振 被称为关西夫子 五十岁 五十岁以前 隐居在华山 游心域 一边耕田侍奉母亲 一边社馆讲学 杨振 杨振学实渊博 德高望重 前来授业听课的人 多得像感激一样 游心域槐树满国 人们就把杨振讲学的地方 叫做槐市 杨振后来出任东来太守 普京昌毅 一个他过去举荐过的人 正好在此当宪令 为报答杨振举荐之恩 此人于深夜 怀揣十金黄金 前来杨振住处相走 他对杨振说 天黑了 没有谁会知道这件事 杨振斥责他说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怎么能说没有谁知道呢 此后 人们尊称杨振为四只先生 杨振仕途步步高升 最后官至太位 依然公正联名 从不接受私人禁验 舒适不宜 去公堂和朝廷上班 出入都是步行 亲戚朋友都劝他抓紧时机 为子孙置板加印 他说 让我的后世子孙 被人称为清白利子孙 这笔遗产够丰厚的了 现在 东宫阳姓后裔的门楼上 还雕刻有清白传家四个字 表示不忘先祖遗训 村中 向道庭院广之槐树 寓意继承先祖杨振的 槐氏遗封 杨振的一生 树立了一个清正连结的典范 西月庙里的这座石碑是放孔子像课程的 一九九四年 全球董阳宗亲会到西月庙隆重纪念先祖杨振 逝世一千八百七十周年时尽历 杨氏宗族植根于华山 世代极昌人才辈出 关西夫子杨振四世为三公 隋文帝杨间隋阳帝杨广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唐氏贵妃杨玉环 曹操的主妇文学家杨秋 初唐四节之一的杨炯都是华阴阳士 北周三十二次史都是杨家的 所以杨间才能取代北周当上隋朝皇帝 在中国百家姓中 除了孔子家族 就历史的绵延性和人才的众多 恐怕再无第二家能与华阴阳士相比 是称天下阳性出华阴 华阴阳性为东宫 东宫被推为天下阳家第一寸 现代历史上 对华山的道路和设施 进行大规模修整和建设的 是杨虎城将军 这位华阴阳家的杰出人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深知华山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对凝聚全民族的意志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以建设华山作为号召 激昂了西北居民的抗日斗志 至今沿华山道路两侧一直到山顶 到处都留有当年激动人心的磨牙壳室 前沿华山道路 开末史 向前开始 你觉得这次有难度和没的比赛比的话 比平时那个难 比先前前前的难 这样的言闭 反正盘全很有意思 能自信的话就可以上去 旅游和旗艺的结果 这是世界旅游的一个发生的新局势 我们意在通过这次汉野锦票赛 进一步提高我们华山的知名度 使我们华山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前来华山游览观光的中外游客骤然激增 历史上的自古华山一条道 尽管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 但维持现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的现实要求 华山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在维持华山道的险峻的同时 又大规模地整修了过于危险的路段 为了解决节假日游人密度太大 各类险段容易发生险情的问题 除了架宽灯道 架固栏杆和锁链 在千尺窗 白尺峡 老军离沟 上天梯等五出险段 加修了副道 使上山和下山的游客各行其道 避免了以阴急堵塞而造成的人员伤望事故的发生 1993年 投资1550万元新修的7.66公里的黄浦玉进山公路 使游人可乘车直抵北风脚下的惺惺沟口 2175米的志祺华山登山路 结束了自唐以来的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历史 近年来啊 近年来啊 华山的路由基础设施发展很快 路由环境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认为华山发展大路由的桥间里已经居必 作为华山的管理者和建设者 我虽然已经告别了华山 但是我还是清晰华山 新年华山 中外合资9000万元人民币新建的华山所道 被称为亚洲第一所 已经于1996年4月投入一年 现在有人登上北风已不必跨越险境 所道会安全迅捷地把那些年老的 体弱的 胆子不那么重的 或是一时间过期只能匆匆来去的游客 平稳地送上北风 现代化的所道圆了多少花下而鱼 登华山 看华山的梦啊 现在 在风顶流宿准备观看华山日出的游客 再也不必担心没有地方住宿 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西风莲花平垫山庄 可以让游人在大理石不地的武池中 度过一个难忘的华山之夜 这就是华山决定 是李白当年想要操守问青天的地方 没有一个初登华山的人会想到 峰回路转直上云霄的华山道 会结束在一帮清湛的池水上 如此傲安伟大的华山 在它的极顶竟会这样谦虚地凹尽三尺 用一帮阴柔甜静的清水 作为登峰造极的一个玄妙的注解 朋友 当你登上华山绝顶 任速速天风吹佛你的衣襟 高瞻四顾 为之躊躯满志 为之心旷神怡的时候 是否留意到脚下这一帮清澈的池水 当你把目光从四面群山 收回到这一帮清水时 它一定会让你诚心尽力 把来路的风光细细品味 把一腔征服的豪情再加珍重 朋友 只要你留意 这华山绝顶的一帮清水 会让你洞彻人生事态的种种荒废 两天时 对所有登峰造极的人士 都是一个睿智的提醒 在高出云表的地方 对另一个更伟大的存在 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敬仰 是华山真正的气魄和凶击 在登峰造极 俯视尘环的极顶 突然凹尽三尺 用以养成九天风露 凝成一尺光明晶莹 仰视高远 仰视无限 寒映蓝天 寒映白云 这大概就是杜甫 当年所要寻找的 华山真园吧 它又何尝不是华夏真园呢 又何尝他 在沙纹中白云 是唷 九片米 华山修衣的香 青春风首八百里 华山不敌的舞 神都大地太远飞 开天啼地 敏禁不顺穿花烧毁 你又不喜来也有何必 聚散离合又同意 既然见是非 黑花山 你的山外不藏起 黑花山 我的雪海活着你 你掀起 你的山外不藏起 你永远永远 今生不分离 我爱你 华山